歡迎收看 應該是那就麻煩到了 你為什麼講起來 那麼刻骨銘心的樣子呢 很有感覺 就是自己會活在這種陰影上 你好朋友 真的嗎 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翻翻看起來 就很灑脫的樣子 但他全世界我覺得就只會凶我 他會怎樣 陳建舟 侯利 誰准你 約王洪恩來 好可怕 這不是控制狂 這是為了避免 老公交到不好的朋友吧 對 他說本身不討喜 也不是 我覺得他就喜歡 知道我的一切行程 是嗎 就從Email開始 我的Gmail是他要共用 對 常常Facetime 因為登錄的mail是同一個 對 然後Facetime他就會搶著接 是喔 因為我現在Facetime 跟飛飛翔翔跟保姆 然後我們出去之後 我都會被先搶著接 然後他會叫我阿偉 是我經紀人 把我的行程也要到群組 也要讓他知道時間點在哪裡 那他的死穴在哪裡 譬如說你跟誰怎麼樣 他就會抓狂 倒不會 我的表現 他都是挺放心的 你少許 跟哥們吧 你知道因為大家都在看是不是 所以你要克制一點這樣 可能是怕你愛上我 等一下 可是我有朋友 大不盡啦 自己這樣 沒有 他不會擔心 我沒有這個詩號 不會擔心 什麼叫他不會擔心 我是什麼意思 不是啦 不會擔心我們 這也聽起來很奇怪 我們這樣的一個氛圍的環境 對 很放心 對 真的是這樣嗎 可是就是你 可能那個行程 你不能亂排 像孩子出生以後 我幾乎都沒有機會打籃球 對 不過這個是責任 因為大家都要 互相要分開一下 而且生了孩子 對 但是說到什麼樣的地步 你就會覺得整個人 你已經到了那個臨界點 你受不了 然後你碰到這樣子的 另一半的話 你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的來賓 很多人有這方面的故事 要告訴大家 首先是別人都說 他控制欲超強的藝人 余皓然 嗨 余皓然 我們家其實有控制狂的 是我老公 誰叫我越來越年輕了 嗨 嗨 她一直講說 死白 說她不是那種惡毒的 不是控制的 她是柔弱的 溫柔的 我是面惡心塞 面惡心塞 就因為很像漫畫 就是有一束光 然後就是你自己在那樣 很可愛的感覺 對 然後從家現在 反正就可以知道 她的感情跟事業 都兩得意 歡迎GG 是的 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請你不要再控制別人了 好不好 然後覺得以前自己蠻小的藝人 劉宇柔 歡迎宇柔 真的 年輕的時候 我可以因為愛讓妳控制我 但你不要忘了 這麼多年下來 我現在已經被你們訓練成 控制的女主角了 這個厲害... 還有男女心理想什麼兩性專家 一切分 歡迎一切分 大家好 其實控制欲強的人 最受不了別人自己做決定 你最好像一個小傀儡一樣 凡事都聽她的指令 這樣她才會安心 真的 真的 她讓日子過得這麼的 就是不舒服 她剛剛講到一個電影控制 控制 對 對 控制 極端到好可怕 對 有生命危險 架勢 對啊 而且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那就是在一線之間 到底什麼是關心 什麼是控制 所以你會覺得說 她隨時關心你 另一半隨時關心你 這是一種愛的表現嗎 會嗎 不會 這當然是一種愛的表現 你看如果有一個人隨時關心 你幫你放在心上 被控制 沒有 這樣就感覺很甜蜜 你看不然總比她一通電話 也不打給你 然後也不關心你 那這樣就是多不在乎你 打一通跟打一百通有差 對 打你放在心上 然後就是工作忙碌的時候 有一個人關心你這種感覺 是很甜蜜的 沒有 可是像這種 當關心變成是一種 奪命連環Call的時候 壓力來了 就是壓力 就不是愛了 你知道嗎 是什麼 是煩 真的是煩 你走到哪兒 就是Call到哪兒 你就接到哪兒 你就報告到哪兒 那就比當兵還要考到 真的 真的 而且我覺得這裡 這個是有個進階的過程的 你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很甜蜜 到後來你就開始就覺得不耐煩 對 其實我用肉眼看 你就是控制狂吧 我不是 肉眼 我真的不是 肉眼看 怎麼看出來 我對那個記者 我對記者有 就是說你這個 你要在什麼地方 你不能夠遲到 你要認真什麼都不有 我對 我對另一半不會 對啊 一定 我說已經結婚這麼多年了 是要怎麼樣 有過這一段嗎 不厭煩嗎 就是一定會控制 因為你很強勢 我看你 我沒有 每次在表現上面 你為什麼要逼人家 你看過我老公就不會這樣講 更強勢 有人更 霸氣 霸氣 對 所以到底另一半是什麼樣的狀況 他超有控制欲 誰能夠快快的來自治他呢 好 我們來看第一種情況 去哪裡都要報備 集點到家也要說 我覺得這個還好 真的 這種基本 你覺得應該是基本 我覺得這個還好吧 對啊 因為是關心對不對 怕你危險 不是嗎 小女生應該常會這樣 像我朋友的男友就是這種類型的 然後因為我朋友是做服務業 所以下班時間就會比 他男友就規定他就說 你要開那個定位系統 定位系統 很誇張 對 就是不定時要打電話給他 因為他怕擔心 他就是回家的時候會有危險 有一次我朋友好時不時 就是手機沒電了 然後他就想說回到家 再充電就好 然後他就先去洗澡 結果出來不到一個小時 就發現他的手機 已經有五十幾通未接來電 然後他回播給他男友說 他男友還跟他講說 他就說 你知道我很擔心你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就一直罵他 然後可是我朋友就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擔心我 你現在不會是打電話來給我 是找 就已經來我家樓下找我 要幫你去四處問朋友說 我到底在哪裡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關心 是在控制他 真的 他真的來找你不是很嚇人嗎 對 是不是現在在樓上很恐怖 真的 我就有遇過 就是之前 十七八歲的時候 交一個男朋友 然後我們認識的時候 他已經畢業去當兵 他那時候就是真的用電話控制我 比如說他可能九點 你在學校 但他還在軍營 對 我在家了 對 下課回家了 九點他就會打來說 反正那個時間 你一定要在家接電話 好 他就會說 那你是不是今天就是 會在家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然後十點他就會又打來 看你有沒有出去 當兵可以這麼自由 因為他那時候是做文書官 然後他們好像是比較空 就比較沒有 就比較沒有 對 比較涼 然後他時不時 就是會打來我家查清 然後甚至是半夜 就是會打來涼一聲 涼一聲 所以好可怕 對 但是就是後來 因為十七八歲正式愛玩的時候 所以我每次都騙他說 我要睡覺了 於是我就偷偷跑出去 那就是你造成的樣子 但是後來我發現 他控制我查清 是為了另外一個更糟糕的事 因為我發現 其實他有的時候放假回來 我們在外面遇到了 這好糟 這好慘 就是他想要控制我 可是他自己又沒有辦法 控制他自己的行為 我根本不知道他要放假回來 所以他其實是怕遇到我 他自己也在做 他自己也在做 對 他自己就被罵了 心機好深 可是我以前小時候真的也碰過 很控制欲很強的 他一開始我先說 他控制我是 不讓我有任何出去玩的機會 也不可以讓我身邊有朋友 所以基本上我不行 太丟了 可能會有這種狹獎的聲音 我年紀很小 然後我有一次我記得很誇張 是好不容易真的跟他請到假 是我要跟很好的姐妹 想要去下午茶逛個街這樣 我不誇張 比方說我們去東區 我要到了 比如說我現在要到ZARA 我就要到ZARA打給他說 我現在到ZARA我要去逛 然後你逛完之後 要離開ZARA 你要打給他說 我現在要離開ZARA 我現在要去屈臣市 好煩 然後你到了屈臣市 你要打給他說 我到屈臣市 就是這樣 你每五分鐘都在電話上的聯繫 他就是要知道 但你不能說謊 比方說我現在在UNIQLO 他說他二樓現在賣什麼東西 是不是有一區什麼特價 他都會知道你不可不可以 而且有時候 這個年代他會馬上要跟你視訊 對 這超可怕 那個時候很恐怖 是比方說他打來 他說你在幹嘛 我說沒有在家無聊看電視 是嗎 第幾台 他在演什麼 演什麼 他說你真的在家嗎 他就會把你手機掛掉 他就打你家電話 他說你在家 他說那你下樓 我在你家樓下 他會一直到連環了 然後很誇張是比方說 好 我今天要出去工作 然後我很趕已經要準備要下樓 比如說現在已經9點50分 我說我現在趕快先下樓 我上計程車就打給你這樣 他5點52分就又打來 隔兩分鐘 他說你現在在哪 我說我在我家樓下走路 要上計程車 你剛剛不是說 你出門要打給我嗎 我說對啊 我上計程車打給你不行嗎 他說不行 你一關門你就要打給我 好可怕 這有毛病 這個真的很可怕 你一天算下來 你跟他聯絡那個通話紀錄 是好幾十 一百多通那種 好可怕 你們眼光怎麼這麼差 可是以前 以前小時候 小時候 我會覺得他好愛我 他好在乎 對 涉事衛生 怎麼樣 我們就是那麼條件好 還是不是 對不對 真的 應該就是這個原因我覺得 讓男生沒有安全感 對 這真的很麻煩 女生要自省 我們就長這樣 怎麼辦 怎麼辦 對啊 怎麼辦 退分 如果說遇到這種 行動都是要控制的 基本上他們的基本心理 就是不能忍受不確定 所以當他不確定你在 人在哪裡 你在做什麼 還有他不確定你的狀態的時候 如果這種不確定 就很容易引發他的焦慮 所以當他焦慮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確定 所以他會不斷的打 不斷的確定 像雨柔剛剛說的 他會用各種方式來確定 你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他覺得他不確定的話 可能就是會感覺到 就是說你說的這部分 感覺就是有一點 讓他覺得是你在欺騙他 這種被欺騙的感覺 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會很在意 就是無藥可依就對了 是不是這樣 對 你看 有這樣的控制慾 去哪裡都要報備 那還有什麼 解釋他也不想聽 這真的很討厭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這種跟異性聊天 是真的就是 可能對方也曾經 就像剛剛講 可能對方讓他沒有安全感 漂亮的女生 對 你知道我有一個男生朋友 他的老婆就是很漂亮 因為他本身條件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們兩個結婚之後 常常走在路上 人家就會講說 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這真的滿刺激的 對 真的滿刺激的 只是聽久了 很刺激的 真的不舒服 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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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常常人家這樣子講 我就難得 妳自以為鮮花多久 真的不是我的 不是老公 都是不會愛吃醋的那種人 結果就是因為 人家常常這樣講之後 你知道老公久而久 他就覺得自己很沒自信 自卑 他就沒自信到 曾經為了一個我朋友 去便利商店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常常 女孩子常常去家裡 附近的便利商店 跟店員一定會熟對不對 對 有時候你一陣子沒去的時候 你突然去 店員一定就會說 譬如說余太太 妳怎麼最近好久沒來了 剪頭髮 對 對 因為這麼一句話 親服 他老公在旁邊就聽到了 他老公馬上整個臉就臭下來 然後回家路上他老公就說 為什麼那個店員 要問你這麼久沒來 我朋友就說 對啊 我是很久沒來 他說那他為什麼 從來沒有問我 他就因為店員 只是講了一個客套話 他回家就一直不斷的懷疑 他老婆跟店員那個小男生 偷人 而且他現在很多便利商店的店員 也都是小鮮肉 對 我覺得他老公就為了這件事情 一直覺得他跟店員有關係 這好頭痛 後來到我朋友 將近好幾個月 都不敢再踏進那家便利商店 他就是為了 本來去隨便 後來改去全家 尋找另外一個小鮮肉 我覺得就是 例如說老公就會 你可能一個客套話或一句話 他就會認為說 嚴重就會認為說 你跟那個人有什麼 所以這種壓力很大 對 我朋友就遇過一個 更恐怖的變態男友 就是他男友規定他 不准跟任何 只要是男生 就是不能跟他聊天 連對到眼他都會不開心 所以就是我朋友呈現一個 只要男生跟他講話 他就要 妝容作啞這種狀態 好可憐喔 然後呢 對 超誇張的 然後有一次就是我朋友 就是去便利商店買咖啡 便利商店真是一個 對 有問題的地方 對 也是去便利商店買咖啡 然後結果他男友突然 本來在車上等他 結果他男友竟然衝下車 就是要揍那個店員 神經病啊 我買東西總是要講幾句話吧 然後而且因為這個男友 曾經有揍過他男同事的經驗 所以我朋友當場很害怕 所以就當場就一直跟他陪伏 不是說對不起 我下次不敢 甚至差點要跟他下跪 他男友才罷休 這好丟臉喔 對 超丟臉 然後我朋友那時候 就其實就已經很想跟他分手 然後覺得他這麼恐怖 如果跟他提分手 他可能會殺我之類的 那還好最後 最後這個男生自己劈腿 所以我朋友就跟我們說 我這是全世界 被劈腿劈得最開心的女生 這也是 這也是 這也是說得好 可是如果男生 促意很強大的話 真的很恐怖 因為就陳尚提那個人 他也有以下的 陳尚提 對 陳尚提那個人 他也有以下的那個問題 因為像他 跟他交往之後 我以前不是很流行 什麼MSN 什麼機師通話 他都要我立馬 從電腦裡面把它移除 就不准再下載回來 跟人家聊天 他是被打過的 對 這是第一步 然後第二步 然後第二步就是 你的手機裡面 不可以有任何異星的電話 不可以 可是有一次就是好死不死 晚上我們就兩個人在車上 就我手機響 然後想那個號碼 真的就是酒味素 就是沒有存號 我也不知道是誰 我就接起來就是 我們公司一個學弟 他就打來問我說 明天有一個什麼 你說經濟公司 對 我們經濟公司 一個學弟他打來 然後他就說 明天有一個什麼秀 我要注意什麼嗎 因為他是新人 他不懂 他就想要打來問 我跟你講完了 天空電話掛掉 他說是誰 我就說沒有公司一個學弟 問我公司的事情 公司只有你一個女模嗎 而且男模 為什麼要問女模事情 他為什麼不問別人男模 他為什麼只問你 他說 他就說 走的台步不一樣 然後他就說 你 難道明天要走秀 男模要這樣嗎 或者學那種 你也只是問一些 反戰秀 老公開始查清 設密碼卻起不了作用 我老公以前 從來不看手機的人 有一天竟然是我女兒跟我說 爸爸剛剛在看你手機 你們從來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密碼這件事情嗎 所以我從他看了那一次之後 我就設了密碼 在設了密碼之後 我兒子有一天就跟我說 你那個密碼就是你的生日 傻瓜 可是不設生日的話 我們年紀大會忘記 好